撒穆尔几下流陷在 达伍的有名大卫 再次聚集了伊沙拉 而所有被选中的人 共三万人 达伍的救其身 和跟随他的众人 从贝利又大处发 要把阿拉西姆的月鬼 从哪里运上来 月鬼的名字叫做 亚哈萨巴乌 住在两级路伯之间 他们把阿拉西姆的月鬼 从山上阿比纳大的家里运来 放在一辆新车上 亚比纳大的儿子 乌萨和阿吉 正在干着两新马车 他们把龟子和阿拉西姆的月鬼 一起从山上阿比纳大的家里 带来了 阿金奏在方舟前 达伍的何伊沙 拉尔全家 都在耶和画面前跳舞 用了一切山姆之称的乐器 丹钦 丹钦 乔骨 乔骨 拔 当他们来到 耐空的大鼓尝试 乌萨伸手 抓住阿拉西姆的月鬼 因为牛扳到了 耶和华向乌萨法奴 阿拉因他的国措 而急打他 他是在阿拉西姆的月鬼旁 达伍的很不高兴 因为耶和画突然攻击乌萨 他给那地方 器名叫 帕雷茨伍扎 帕雷茨 奥萨 直到今天 那日 大卫惧怕耶和华 说 耶和华的月鬼 怎么会到我这里来呢 达伍德不肯将 亚哈卫的月鬼 运进达伍德城 但达伍德 把他移到了 加特仁厄巴的阿杜姆的家中 耶和华的月鬼 在加特仁厄巴的阿杜姆家中 三个月 耶和华师父 给阿巴的阿杜姆和他的全家 有人报告达伍德网说 耶和华因阿拉西姆的月鬼 师父给奥巴的阿杜姆的家 和他所有的一切 达伍德高兴地区 把阿拉西姆的月鬼 从奥巴的阿杜姆的家里 晕到达伍德城 达伍德 耶和华月鬼的人 走了六步 他就载了公牛和飞扬 达伍德在亚哈卫 面前尽全力跳舞 达伍德穿着亚马剑衣 这样达伍德 赫伊莎拉尔的圈甲 欢呼着 吹着叫 将亚哈卫的月鬼台上来 当耶和华的月鬼进入大悟的城市 扫罗的女儿米家 从窗户里看到大悟的网在 耶和华面前 跳跃跳舞 他心里就必是他 他们就把耶和华的月鬼抬进来 安放在大悟为月鬼所大的账目中的远处 大悟的将饭机和平安 寄封到耶和华面前 当大的仙 晚饭机和平安机后 他风雅 哈瓦查包 雅虎 撒巴尔 或万君之 耶和华的名祝福人民 他把钱分配给所有的人民 所有的以沙拉尔人 从男人到女人 每人一条面包 一份两棋和一块葡萄干蛋糕 于是所有人都离开了 葛惠格家去了 大悟的回来 为他的家人祝福 扫罗的女儿米家 出来迎接大悟的 说 以沙拉尔王 今天多么收人尊敬 今天在他仆人的婢女面前 暴露自己 就像一位国王一样 所以达德对米卡尔说 耶和华间选了我 代替你父亲和他全家 离我为以色列民的领袖 直立以色列 因此 我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而我将必这更加渺小 在我自己眼中 将是卑微的 至于你所说的那些婢女 我是受他们尊敬的 扫罗的女儿米家 道思维只没有孩子 红色 まず